刘乐妍惨了 要房客投罗志强 房租减一千 遭起诉 刑则三年起跳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这不行啊 对啊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还是你讲了什么话 是呀刘乐妍到底做了什么事 被依违反选霸法起诉呢 原来是有人检举她 在前年九合一大选前 会选买票 而且竟然跟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有关 看看她脸书当时的这篇po文 她要房客回家投票 还提议 如果投给罗志强 这个月的房租就可以减一千块 她还强调这不算会选买票 叫做中资介入 结果就招人检举啦 她在家里让我睡大头觉 我觉得实在是 浪费她的权益 让我很不爽 其实我也不是替罗志强 一个人拉票而已 我会看她 你住在中山区啊 那投给苏恒啊 你住在那个文山啊 那你投罗志强好了 我谁都拉 我还真 他问我认识罗志强 我真的不认识罗志强啊 刘乐妍时日出庭时 坦诚拉票却喊冤 根本不知道这样不对 这种我认为我错了 因为我 我让层次不高你知道吗 有时候真的 我不知道那是不行的 我怎么知道 我奶奶从小就配票啊 我奶奶也这样子 叫我去投票啊 她还说自己 虽然不是支持国民党 但是支持共产党 才这么做 检察官调查后 认定刘乐妍这样的举动 确实违反选霸法99条 其约会选罪 将他起诉 如果罪名成立 可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过因为他认罪 未来可能获清判 动新闻台北报道